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新加坡往新山的车票几乎都卖完了 相信不少游子准备通过LuluVTL回乡 而另外 若佛州大臣哈斯尼说 LuluVTL第一天实行的情况一切顺利 没有遇到任何问题 而大家也可以看到 新加坡政府在有关马兴边境重开的准备工作一直持续进行 也准备增加往来人数或类别 这对两国人民来说是一个好消息 他透露 两国近期内会加强边境重开事宜 接着一起来到居栏 关心双轨铁道工程的最新进展 居栏市区火车高架桥正式启用 位于茅森绿的火车闸门今天正式停用 昨天晚上9点半火车最后一次在地面旧铁道行事 也最后一次经过茅森绿火车闸 今早9点40分 第一班使用居栏段高架天桥的火车抵达居栏火车站 象征了另一个里程碑的开始 另外 居栏火车站的经典场景 一边喝咖啡一边欣赏火车经过也从此成为历史 受访的民众表示 他们期待随着火车走上了高架天桥 能够改变每逢火车到来 居栏市区就变成大型停车场的情况 目前搭乘火车的乘客 还是可以在原有的火车站上下车 乘客需要上楼横跨天桥前往临时月台上下车 最后 古来加拉巴沙威新村一户居民 三代人在老家住了60多年 因为这家水井受污染 而到水务公司申请自来水供 才发现老家地段竟然已经由他人拥有 而且地主已经申请水供 导致他们不能再提出申请 在经过查询后 当初申请地契的人还将土地售卖给第三方 古来国会议员特别助理黄柏阳 今天和市主张细兴一起召开新闻发布会 张细兴的长子张顺青早在2011年 就已经向古来土地局提出地契的申请 却一直到他们要申请水供时 才发现2016年已经有人获得了自家老屋的地契 黄柏阳指出在和土地局官员会面后得知 这项土地交易已经被冻结 未来会遭建利益相关的商方 包括张细兴 地契持有人核心卖主 商讨解决问题 感谢您的收看 更多社区动态 请继续留意 新周日报新周网